大家好,我是阿玉 今天用西葫芦来分享一个非常健康又美味的做法 我们湖北这边好像没有产这种西葫芦 运过来卖的话也是叫做省瓜 我们先将它清洗干净 然后对半切开 再用一个勺子将里面的瓶给掏空 掏成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准备几个鸡蛋 将它敲入碗中 将蛋白和蛋黄分开来放 先往蛋黄里面加上一点食盐 用筷子将它搅拌均匀 再将蛋白里面也加上一点食盐 搅拌均匀 将蛋白表面的浮沫给去一下 然后将蛋白放进西葫芦中 三个鸡蛋的量刚刚好 两边都倒上 不要倒太满 八分满就可以了 然后将它轻轻地放入蒸锅里面 隔水蒸 中火蒸十分钟 然后我们再来拍一点大蒜 将它切成末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两个小米辣去地 然后切成圈 准备一点小葱 不要葱绿 只要葱白 将它切成末 切好之后也放入碗中备用 已经蒸了十分钟 蛋白已经完全凝固了 然后将蛋黄倒进去 盖上盖子 再继续蒸五分钟 时间到我们将它取出 稍微放凉一下 然后将它切成小块 每一块大概是一厘米左右 切好之后就是这样的 将锅烧热 下油 下入蒜末 将蒜末炒一下 炒出香味 再加入一勺的生抽 一勺的香醋 然后将辣椒和葱白放进去 搅拌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再将调好的料汁 均匀地淋上去 这样一道营养又美味的 西葫芦蒸鸡蛋就做好了 看起来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的有创意 一道还没有名字的菜 感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试着做一下哦 非常的简单 而且非常的好吃 过年的时候 像这样来上一盘 也是非常不错的 感兴趣的朋友 又赶紧地试一下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这节目